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这里决定学生阶级的并不是学习成绩 而是赌博计较 赌博由学生会统一管理 若负债排到一百名后 就会被人欺负 男生被称作纯狗 女生被称作杂猫 一夜之间沦为纯狗的梁胎同学 被童年间的木杜欺负惨了 若想摆脱家族的身份 只有向学生会缴纳特别缴纳金 可惜梁胎是个穷鬼 这天一早 一位名叫蛇餐梦子的美少女 突然转校到梁胎班中 扩金休息 梁胎带孟子熟悉校园 好心提醒孟子千万不要赌博 因为校园里有钱人多得很 且赌金数额巨大 若有人要赌 一定要拒绝 起料孟子就献出一脸期待的神经 下午女生们纷纷围在孟子身边问东问西 牙子一个行者 便让所有人坐回了远处 然后走到孟子身边 邀请他与自己赌一场 梁胎劝孟子拒绝 牙子一句唇狗让梁胎退了回去 孟子兴奋的说 真是超级期待 我们赌什么 牙子提议赌投票猜拳 两下机掌声响过 窗帘以为同学们活了起来 随后牙子接受到 投票猜拳是我们班的原创赌法 是让全班同学都来帮忙的赌博 班里30人 各自在卡牌上画好石头 剪刀 不 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况下放进投票箱 之后我们在投票箱里每人抽三张牌 从三张牌里各选一张进行猜拳 若打出一样的牌就再来一次 三次兜出一样就算平手 三次算一局 筹码每人120枚 一枚1万日元 接120万日元 孟子拿起两枚筹码进行试玩 梁胎很担心 因为这个赌局里 能集齐石头 剪刀 布三张牌的概率极低 三张手牌 抽到两张石头 一张布的搭配几率就高 比如抽到石头就多 便可以推错整起石头战多数 从而出布的胜算就大 第一站 孟子的石头 赢了牙子的剪刀 孟子赢了两枚筹码 第二站 孟子决定赌50枚筹码 梁太精的目瞪口呆 这也太貌势了 投票过后 两人第一次都出了布 是平局 第二次出牌 孟子是剪刀 牙子是石头 孟子的金庄 索性亮出了手中剩下的一张剪刀 平静的说 两张都是剪刀 出什么都是输了 牙子毫不犹豫的 将孟子的50枚筹码 具备了己有 第三站 孟子选择两枚筹码进行下注 牙子跟了两枚 这次孟子的布 赢了牙子的石头 赢了两枚筹码 目前孟子与牙子 是74比166 第四站 孟子再次选择下注50枚 牙子的眼睛都直了 这孟子也太敢赌了 灵太想上前劝赌 却被牙子一个白眼瞪了回去 大家投票时 孟子悄悄将左手伸进了校服 右边的口袋 第四站开始了 第一次出牌 两人都是布 打了平手 接着第二次 牙子的布赢了孟子的石头 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 孟子正正望着手里的排出神 牙子毫不客气的将50枚筹码拢到了自己这边 然后故意向孟子挑衅 孟子没有退缩 用所剩的24枚筹码全部压了上去 然而他又输了 此时孟子的筹码已全部被牙子引走 牙子以240枚筹码大获全售 梁太劝孟子赶紧回家 孟子却拜托牙子 借他一些筹码继续赌博 牙子认为孟子就是个大蠢蛋 因为实际上全班30人 其中21人都是欠他钱的奴隶 统统对他唯命是同 这一次 他打算让奴隶们投11张石头 10张紧刀 若剩下的9人按三分之一概率投票 投票箱中几乎没有步 如此一来 只要自己出石头 绝对输不了 孟子很快就会沦为他的杂谋 牙子问道 你想追加多少筹码 孟子想了想 一千枚 我要把他们全部赌在下一局上 全场听罢骇人大叫 牙子嘲笑孟子是一想天开 孟子却不慌不忙 从书包中掏出了一摞摞抽票 激动的说 赌博的本质就是疯狂 人们蜂拥去的赌场 那是因为赌上生命的疯狂 会使人感到兴奋 既然如此 赌博越疯狂他越有趣 来吧 一定很棒 牙子受到感染 猛的拍向猪刀 赌就赌 就跟你赌一千万 孟子欣喜若狂的抓住自己的衣领 两眼放出毛骨索然的红光 大叫道 来 让我们坠入狂赌之渊吧 梁太医完全懵逼 不明白 孟子明明也就输了一百二十万 为何还要加住一千万 孟子对着手中化妆镜 捋着头发 男眼心中兴奋 牙子他心中狂笑不止 老娘这回一定让你输得下跪 他已跟奴隶们打了招呼 只投石头和锦刀 只要自己抽到石头就赢定了 牙子看着自己的三张手牌 一张剪刀 两张石头 心里暗暗高兴 这回妥妥的赢了 这时孟子就说话了 各位同学 我知道你们都在协助牙子 他在我下注五十万时 前两次都出了拳头 后两次都出了步 都是连续出相同的牌获胜 任谁都会觉得有诈 而在读少时才会随便放水 这种演示方式实在太过拙劣了 牙子拍着桌子 质问孟子是不是故意说这些搅局 孟子盲说 不是不是毕竟好戏现在才要开始呢 牙子强打精神 告诫自己 孟子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催促孟子出牌 孟子悠悠的说 我已经给过你中道了 说吧 两人同时出了牌 这一次 孟子居然是布 牙子是石头 牙子当即睁到了双眼 惊局之下 瞳孔缩成了两个小黑点 紧张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孟子走到他身边轻轻说道 从一千万里减去我输给你的一百二十万 八百八十万请你付款 牙子当然付不起 求孟子宽限几天 孟子居然怂恿牙子接着与自己赌 赢回欠款 牙子现在贪婪在地上 孟子前脚离开 梁太就追了出去 问他为什么会出布 似乎知道牙子一上来就会出石头一样 孟子解释道 我察觉到牙子操控着全局投票 所以只需知道哪种牌较多就行了 假设协助牙子的有二十人 这二十人若没串通好 牙子就无法出老千 可牙子出牌并没有规律可循 也没做出类似暗号的举动和声音 所以我想打出暗号的一定量有其人 我发现教室里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 因此我只要通过这面小镜子观察你的举动就可以了 梁太窘迫不堪的向孟子道歉 对不起我欠了他的钱 孟子不但没生气 反而取出一百万塞进梁太手中 说是送给他道 梁太再次叫住孟子 最后一站 箱子里顶多只有三张布 你是怎么抽到的 孟子笑笑说 那完全是个偶然 梁太难以置信的问 没有绝对的胜算 你就敢赌一千万 孟子一本正经的说 我讨厌百分之百能量的赌局 宇哥不禁怀疑那张布是孟子之前藏起来的 准天梁太将一百万交给学生会 摆脱了家住的身份 他感激孟子 答应一定想办法将一百万偿还 孟子温柔的说 那笔钱是送你的 不要介意 梁太受宠若惊 同学们在牙子桌上乱涂乱写 孟子上前询问 牙子却纷纷的吼道 还不是拜你所赐 说完怒气冲冲跑出了救世 梁太告诉孟子 在百花王学院 赌气就是一切 大家都会跟着赌气高的走 弱者则会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两年前 现任学生会会长与当时的会长进行了对决 最后赢了 新会长上任后 马上进行了改革 缴纳金排行榜与家住制度都是那时的产物 其事也随着愈演愈烈 说完孟子感叹道 能转学过来真是太好了 之后又问了一连串关于赌博的事 梁太打断了他的问话 劝告他一定不能再赌了 尤其不能与学生会的人赌 这是一年级女生黄一月走到了孟子跟前 热情邀请他赌一把 孟子兴奋地握住对方的手 欣然答应 梁太小声告诉孟子 黄一月是日本第一玩具公司设置的千金 缴纳金在排行榜名列第一 因为付了大量缴纳金 一年级就进了学生会 玩扑克从来没输过 黄月提议与孟子玩双重神经衰弱 赌注为两千万 孟子充自己没那么多钱 黄月居然主动借给孟子两千万 且不收利息 闻言孟子两眼再次泛起了悠悠红光 这次令人猜不透的孟子能继续赢得胜利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牙子在与孟子的赌局中输得体无万夫 盯着即将更新的缴纳金排行榜 暗暗发誓一定会尽快将输掉的880万补回来 郑玉离开 杂猫小雷躺在滑板车上 向他冲了扑来 还好牙子躲得及时 看到小雷的下场 牙子吓得一溜烟投走了 大厅中 富家女黄一月向孟子接受着 伤成神经衰弱 是使用两幅博客104张牌带板的 一般的神经衰弱 只要抄到相同数字就算成对 但在双重神经衰弱里 必须数字连同花色都一样才算成对 即使说在104张牌里 能成对的只有一组牌 这次的赌金为2000万 不够我可以无利息借给你 梁台见孟子一脸期待的神球 劝他趁早放弃 因为这一赌可就是2000万呢 月月不月 你这种贫困渺小的平凡人太无趣了 区区2000万算什么 说文还被自家公司生产的扑克打起了广告 孟子劝梁台相信月月一次 随后答应了赌局 月月拆开两幅崭新的扑克 动作闲适的起牌后 进行了发牌 孟子首先翻开一张红桃4 接着是方片4 可并不是同花色无法成对 轮到月月 她翻了一张方片3 接着是红桃A 也没成对 梁台认为单纯凭运气抽到相同纸牌的概率 是103分之一 凭记忆记住103张纸牌的位置 根本不可能 第二轮 孟子翻到一张黑桃A 一张红桃2不成对 月月也没能成对 第三轮 孟子凭借记忆 翻开了一对方片4 顿时笑竹引开 接着再翻却没有成对 轮到月月了 她翻了两张梅桂K 凑成了一对 以2比2与孟子打成了平手 第五轮 孟子翻出两张红桃Q 比分变成了4比2 月月紧追不放 两人相继得分 全场不时发出欢呼声 引得学生会书记50蓝不禁侧目 此时 孟子与月月的比分为24比18 看来两人都已记住了曾经翻过的牌 很快两人比分变成了40比36 宇哥真派封孟子的头脑 头一次玩月月的原创赌博 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以梁台为首的三名男生 已开始给孟子打气 只要能翻到54张过半数就赢了 然而孟子却没能保住胜果 被月月一路返仇 最终比分被改写为40比54 月月赢了这局 梁台联盟跑过来安慰孟子 劝她就此收手 孟子却希望月月再与自己赌一次 可怜兮兮的说 自己实在付不及2000万赌债 月月笑着取出自己收藏的美甲 嘚瑟道 我非常喜欢美甲 这些收藏都是真知己哦 此话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月月继续道 然而却没人愿意卖给我 这些都是我赌博赢过来的 若要再玩一局 我想要你的支架 面对这种变态赌注 孟子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梁台劝不住孟子 孟子却反问 难道你能帮我还债吗 梁台无言以对 只得退到了后边 这一次 月月的赌金仍然是2000万 孟子没钱 只得赌上了自己的手脚之脚 月月认为自己稳操胜券 因为这种扑克 乍看与摄手的扑克无异 实则是公司专为他的赌博定制的 只排在达到一定温度时 背面会呈现某种图案 在他装扑克的箱子中 内置了电热器 从发爬到完全冷却的两三分钟内 图案会一直呈现 随着温度下降 图案会自然消失 绝不会露馅 所以他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内 将图案记住就一定能有 这次依旧是由孟子先翻牌 面对对方的挑衅 孟子淡淡的说 你家是有名的玩具厂商 总是只估计已将近1000亿日元了 若赌上你父母公司的赌博 一定要做好相应觉悟才可以哟 月月的先猛的揪了起来 莫非孟子也发现他的出楼签 若玩具厂商 自己只得作弊道具被曝光 这绝不是闹着玩的 甚至会面临倒闭的风险 他脑子乱极了 不清楚孟子是真的发现了 消失图案的秘密 还是在虚扔声势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孟子也一口气翻完了 54段铜花色 铜数字的牌 完美赢了这场赌局 月月经的呆若目击 全场迸发出振振惊呼之声 月月问孟子是如何做到的 孟子道 倘若你心机能更重一点 使用不同花玩的扑克 我便无计可施了 月月吓得浑身发寒 看来孟子已完全记住了上面的图案 若是这样 他便是故意在陪自己玩 假装说的可怜巴巴 图案只会停留两三分钟 他却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记住所有图案 花色及数字 简直是妖腻力一般的存在 孟子抓起月月的手 提议他用自己的指甲 做赌注从自己再赌一次 接着玩嘛 只要你点点头就行了 我们一起坠入狂赌之渊吧 说话间 孟子眼中再次现出悠悠红光 月月哭着不停求饶 孟子尖撞 早兴的离开了 听说孟子赢了月月 学生为怪人黄泉月 不禁狂笑起来 会长觉得孟子很有趣 就在孟子即将走出教学楼时 猛人回头告诉两太 我想吃甜食了 这般可爱模样 与赌模的他 简直判若两人 几小时后 九纳金排行榜再次更新 上面后人出现了 牙子的名字 目睹将杂猫牌 套在牙子脖子上 将小雷推在他身边 牙子抱着脑袋 大叫着逃跑了 学生会认为 月月在赌博中惨败 有损学生会形象 毫不留情地 将其从学生会开除了 月月恳求学长田丰 及会长能对他网开一面 却被五十蓝当场电运 鸭子为赢回名誉 与学生会成员百合子 准备进行公事战生获死 孟子请求梁太 带自己继续熟悉校园 两人不知不觉间 走到了传统文化研究会前 听说里面正在进行 公事战赌博 孟子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公事战是家畜 唯一想有的权利 家畜有一次 可向任何人挑战的机会 对方不能拒绝 若对方是学生会成员 则赌金金额不设风底 因此会出现家畜未翻身 而进行的巨额赌博 此时接受公事战斗 是研究化会长百合子与牙子 赌金为一千万 生与死的规则 类似于俄罗斯轮盘 和单生猜结合的游戏 双方需要先确定要赌的筹码 接着在湖中放入 十枚剑一样的棋子 并晃动 轮盘上有标着号码的 三十个小洞 双方需在摇火人摇完十秒内 猜剑会插弹哪个洞 并进行下注 渐热朝上为生 朝下为死 负倍率乘以三十 即为要对方负赌注乘以三十的金额 若下得住为生 则可将赢的筹码一并收回 若是死或没中 则将筹码交给对方 若双方刀没猜中 筹码原样收回 当某一方的筹码用光时 便清算最终差距 得出需要支付的金额 第一回合后 牙子与百合子的比分 为32比168 第二次下注 牙子决定 将剩下的32枚全部堵上 咪咪牙百合子从容跟注 游壶结束 两人各自开始下注 牙子在五处集中放了六枚 认为虽风险大 但只要一处能中 自己就赢了 开壶后 牙子下注到22中了 正欲高兴 咪咪牙却笑了 生或死 好比无数只剑从天而降 我们抢夺天剑 用它们来决战 若捡几的剑 剑热朝向对方可获胜 若剑热朝向自己 解救必死无疑 而此刻 牙子下注的22 正好剑刃朝下 是死 在此赌上六枚 充满了牙子 输掉30倍 即180枚充满 加上之前输掉的 最终为负148枚 共计负债4960万日元 梁太下的窗户结束 牙子也被人嫁出了研究所 牙子也输得一败涂地 他真是恨死了孟子 咪咪尔猜出孟子的来意 提议与他赌一局 梁太让孟子务必三思 孟子却欣然接受了邀请 百合子简直湿得大张口 上来就提议赌4000万 梁太吓得大叫 险些被研究获得人赶出去 梁太提议 使用100万的筹码40枚 与百合子速战速决 倍率30 两人的赌桌就此正式成立 梁太声称 先赌10枚试试手 梁太差点吐血 10枚可就是1000万呢 第一次游户后 双方开始下注 孟子在1到5 7 10 及12 13 14位置 各下一枚筹码 他的理由是 这个湖低小口宽 所以插证中间小数字的可能性较大 而且不管生或死 只要没插中就没意义 百合子音效地说 希望这个想法不会害了你 说完打开了湖 17升 30死 双方都没有猜中 筹码保持远样 梁太联盟来劝孟子收手 咪咪尔却冷冷地说 征途不可退场 某一方筹码不归零 赌局就不能结束 孟子随之说道 正因筹码变动大 赌博才有趣 而后突然变了脸 对咪咪尔说道 这是您的做法实在太过卑鄙 刚才是公事债 雅子肯定是为了恢复名誉才赌 根本不必进行这种巨额博弈 而你却提出这种对决 将它推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 我不知道您赌计多高 但在做人方面 简直奋土不如 百合子气得 缓缓睁开了他的咪咪眼 用颤抖的声音 命自己人别生气 梁太哑着嗓子告诉孟子 百合子现在超生气 学生会书记五十蓝与黄泉月 俩人费了好大劲 才将一架梯子抬入盒室下方的房间 孟子与咪咪眼坐在盒室 准备进行对决 孟子突然像变了个人 一通披图盖脸的臭骂 彻底将咪咪眼激怒了 孟子仍不甘心 继续嘲讽小咪的名字是二缺 咪咪眼气急 发出几声毛骨锁炎的冷笑 决定与孟子死磕 这一战 孟子决定将剩余的四十枚筹码 全部进行压住 所有人都惊到了 送金入户后 双方开始下注 咪咪眼以为孟子气炸 虽然会长之间 只让他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 但他觉得就这么放过孟子 根本出不了胸中的恶气 必须要灭了孟子 这么想着 他已在一 二 七 九 十一 十五 十九 即二十四 八处各放好了五枚筹码 一旁的梁太都看出来了 这架势绝不仅是想赢 还想让你崩盘 看来你真将的惹毛了 孟子蒙向咪咪眼斗欠 而后将全部四十枚筹码 都下注在了二十四上 全场再次骇人 咪咪眼的瞳孔 已缩成了两颗黑豆 忙问孟子为啥要这么做 因为你在出老千呀 文言研究所的人 吓得全都向后闪去 庄家的右手扎了手丁 这与你们研究传统文化的人 有些格格不入呢 而且每个人扎的都一样 想必就是为了出老千准备的 我猜这些剑里 有一把藏着瓷石 只要庄家的手丁也戴上瓷粒 在摇壶的时候 就能吸住那把剑 摇完之后 用手划一下壶的侧面 就能让剑插在自己想装的洞里 梁泰恍然大悟 难道你刚才挑衅 就是能让对方稳出老千 而预测剑的落点吗 对 而且他们两位配合的相当默契 梁泰有些疑惑 明明下注射在摇壶之后 要怎么出老千呢 孟子答道 这个老千的优势就在于 并非百分之百能获胜 即使能用手来控剑 想让剑稳稳掉进 自己想要的洞里却不容易 因为洞口很可能会被其他剑挡住 到头来也只能操控一把剑 其他的就只能看运气了 实际上算并不高 所以不易被察觉 但这对于他已经够了 不必每次都赢 只有烧战上风即可 这样的赌局重复个十次 百次就能得到稳定收益 这番精疲的分析 使研究所内的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 孟子望着咪咪眼瞅怒道 这种赌博一点都不公平 我明明赌上了全部财产 也要你感受一下同等的痛 若我权重 你收到的金额就是21亿七千万 来让我们做个了断吧 开一壶 咪咪眼瞎坏了 恳巧与孟子和解 就在这时 学生为副会长 及五十岚来到了研究所 乐令咪咪眼不许和解 立即开壶 咪咪眼绝望的趴在地上等死 没想到结果 却超出了众人的预料 十为死刃 七为生刃 咪咪眼再次活了过来 没想到自己随便下得住 居然中了 关键是24居然没被插中 如此一来 咪咪眼的筹码变成195枚 孟子负115枚 咪咪眼最终以三叶一千万胜出 孟子叫住即将离开的副会长 是欢吗 对方不知可否的扔下一张猫牌 快不离开了 孟子拾起猫牌 悠然的戴在了脖子上 事后他与梁太 来到合适正下方的房间 问梁太是否知道一种 叫欢的老签 所谓欢 是很久以前猜大小时 用的一种老签 先要在地板上开个小洞 因为上面铺了白布 所以外表看不出来 出签师躲在地板下 用金属汁出洞骰到 让其变得对自己有利 孟子认为 学生会会员用磁石 把原本插的24的剑弹了出去 貌似眯眯眼也不知情 梁太不解 那也得合适下游空间才行吧 孟子笑道 空间自己搜就可以了 只要每层楼之间有加层就行 他兴奋的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和会长赌一次 准天孟子来到教室 客专以为画得乱七八糟 昨日还约他一起逛街的女生 也开始对他冷嘲热讽 孟子非但没生气 反而学着猫的样子坐在地上 学起了猫叫 木渡带着两个手下 准备调戏轮为杂贸的孟子 梁太略识小姐将他们赶走了 提醒孟子一定要多加小心 之后将积攒下的十万元递给孟子 孟子却笑着将钱退了回去 学生会没催我还钱 只给我这个人生计划表 收到人生计划表的人还有牙子 上面对他的人生做了如此规划 十九岁担任参议员议员秘书 与参议员交往 二十二岁结婚 二十三岁生下一孩 哪有这样的 面对牙子的质问 黄泉月放下游戏机大声怼道 你不乐意也没办法 除非你还钱 学生会决定 当晚放学后举行债务整理大会 梁太圈牙子参加 就此摆脱杂猫的命运 不多是报名者也占据了半个大厅 债务整理大会也称欠债交换游戏 由四人一组进行赌博 按照最终排名对四人的欠款进行交换 第一名的欠款金额 与组内最低欠款者金额交换 而第四名将换成组内最高的欠款 若欠款最少的人获胜 将免除欠款全部清零 听吧 报名者开始跃跃欲试 孟子不知何时来到牙子身边 亲密的挽起他的胳膊说要合作 这一画面让月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赌博的具体项目为 二重印第安扑克 使用出轨牌和人牌之外的四十张进行 首先核款会给每人发一张牌 每人在不被他人看到的情况下 确认指牌 接着核款发第二张牌 这一张自己不能看 要把它举到额头上 让另外三人看到 然后使用这种公开牌 和隐蔽牌的组合进行对决 其中数字一致的对子最强 其次是花色一样的铜花 数字和花色都没法凑得散牌最弱 情况相同时 数字之和最大的牌胜出 届时会给每人发十枚不同颜色的筹码 每枚筹码的额度 是持有人欠款申报额的1% 即是说若欠款一亿 一枚筹码的额度就是1000万 欠款100万 一枚筹码就是10万 学生会让参加者 在债务整理申请书上写明 自己的债主和欠款额度 结束后 学生会会帮忙清算在账上的所有债务 提交申请后 学生会会发一块牌子 让参加者的对局中展示 最后五十蓝提醒大家 即使碰上作弊 学生会也不会插手干预 孟子 牙子 木度与小雷分在了一组 合观是五十蓝 桌上欠款对击者是目度1000万 第二名小雷2000万 牙子5000万 最高者孟子3亿1000万 其实目度根本没欠款 他谎称给哥们借了1000万 若赢了 学生会会替他清还1000万 只要他赢了 债款就会清零 净赚1000万 孟子提醒他 这样做可能会欠下一大笔债务 目度却嚣张的说 老子已经赢了三次了 绝不会输给你们这帮畜生 此次赌博一共要进行十轮 每轮必须支付一枚筹码作为参加费 每次下制的上线筹码为五枚 最终获得筹码合计额度最高者胜出 第一轮游戏开始了 第一次发牌后 四人各自进行了确认 第二次都将牌举个额头 然后放回自己面前 之后由庄家目度宣注一枚 牙子没跟 大家以为孟子也不会跟 因为他的一枚筹码就是3100万 谁知他却跟了一枚 开始亮牌 孟子是散牌 小雷也是散牌 目度同花三九 第一局下注筹码全归目度所有 第二轮专家是小雷 他压住一枚 牙子与孟子不跟 目度跟住四枚 目度赢了 第三轮 孟子作装 他笑着说自己来了手好牌 并下注一枚 目度下注两枚 孟子也与他太过保守 目度却得意的说 这是战术 你的一枚是3100万 我这么做 是为了防止我把自己的筹码花光 不得不使用你的筹码 老子只会吃你的筹码 绝对不会花出去 听吧 孟子竟然又加注了三枚筹码 所傲人惊讶不已 五枚是上线 这样一轮就是一亿五千五百万 宇哥也惊呆了 孟子真是大手笔 孟子笑称 这才叫赌博 目度也随之加入两枚 亮牌后 目度是铜花二和五 孟子是铜花十和四 孟子获胜 在场外观看直播的梁太 总算松了一口气 此刻孟子有自己筹码七枚 小雷的一枚 目度的五枚 接下来轮到牙子作庄 他觉得是时候出手了 于是压住了自己的一枚 目度跟自己的筹码一枚 小雷不跟 孟子跟目度的筹码一枚 牙子想起那份人生计划表 猛人拍摇而起 夹住三枚自己的筹码 目度站起身 对牙子说道 你以为我会认怂吗 我只要赢了这局 你就只剩两枚了 我跟 我跟个屁 你以为我看不出 你和孟子是一伙的吗 他刚才抱着胳膊说 来了对好拍 正常人会这么说吗 他敢下午没说明 他知道自己是铜花 这局你也学他故技重施 简直蠢到家了 说吧 吐着舌头狂吼一声 不跟 而后 五十岚宣布牙子获胜 目度计较 他只赢了区区两百万 鸭子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他的牌 只是散牌而已 自以为是的目度 看走了眼 这个赌博游戏 由于原剧剧情交代的 太过简单 有些朋友可能没看太明白 宇哥在结尾解释一下 这是个不平等赌博 每人的筹码 因他们的欠款不一样 筹码价值也不一样 但每次跟度 只按筹码数量跟度 若前一个人加住两枚 他的筹码每枚是一百万 共计两百万 第二个人 也必须加住两枚 即使第二个人 每枚筹码价值一千万 也要跟住两枚 若前一个人赢了 便可以获得 其他人相应价值的筹码 这是个对欠款金额少 每枚筹码价值低的人 比较有利的赌博 当然若输的话 也会平排背上巨额欠款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明白了吧 另外这集有个细节 一开始五十兰与黄泉月 将T的台下 合适下方房间 就是为了在孟子 和咪咪的赌局中做手脚 不知这处大家注意到没有 开头的剧情是个伏笔 鸭子狂笑不止 因为他仅用两张破伞牌 就赢了目睹 目睹惊弱的睁大眼睛 骂他有病 区区两张伞牌 竟敢赌上五枚五百万的筹码 这一轮下来 鸭子净砖孟子 小雷各一枚筹码 目睹三枚筹码 目睹暴跳如雷 刚想动作 五十兰就把他拦了下来 第五轮目睹坐庄 他骂骂咧咧压住自己的筹码一枚 小雷想跟一枚 却被他制止了 孟子夹住目睹筹码四枚 又到了五枚上线 孟子的举动 让目睹不禁怀疑他有好牌 可他万一只是虚张声势呢 犹豫之间 鸭子前来起哄 目睹禁不住诱惑 跟着自己和小雷的筹码搁一枚 人耳翻牌后 目睹却指示散牌 孟子是童话二和五 孟子获胜 第六轮小雷坐庄 目睹盘思着 只要自己能保证孟子的筹码 便可稳操胜券 决意不再上孟子与牙子的当 牙子压住三枚目睹的筹码 目睹看着小雷的牌 宣布不跟 可亮牌时 牙子再次凭一手散牌赢了 这下目睹有些慌了 察觉有些不大对劲 猛然想到什么 就出了声 牙子闻他发现了什么 他却谎称没啥 孟子笑了 啥这么明显的老千 真的很丢脸眼 小雷你可能是被目睹指使的 用扑克的白法来告诉对方指牌的花色 但这实在是雕虫小技 垂直放牌就是黑桃 稍往右斜是梅花 左斜是方片 而先放下牌再往上推是红桃 听吧 小雷忙低下了头 目睹却想赖账 孟子继续道 目睹 你在看到牌白法的一瞬间 内心所想全部都已表现在了脸上 说完孟子抓起小雷的手 不如我教你一个好办法 像这样的桌子底下告诉对方 是什么牌才比较稳妥 鸭子不明白 孟子为啥要告诉小雷 孟子兴奋的说 赌博不公平就不好玩了 然后转到的五十栏树 我不会指控他俩作弊 不如我们就在作弊的前提下进行游戏 哎呀这场游戏差不多就变成欺诈大会了 来吧 快坠入狂赌之渊吧 五十栏轻叹道 掌握谎言的人则是赢家 第七流很快开始了 由孟子作庄 孟子与牙子在桌下对文案号后 牙桌目睹筹码一枚 牙子跟着目睹一枚 目睹知道小雷有两张铜花 决意不跟 小雷刚想跟住 却被目睹大骂没脑子 应该夹住 牙子当即讽刺道 你才是傻子 这不明摆提醒我们手上有好牌吗 说完他与牧泽一口同声 不跟 目睹傻了眼 狂吼着让小雷跟住 第八轮牙子作庄 目睹静静观察着桌上的筹码 此时孟子是14800万排名第一 他自己13000万第二 牙子9500万第三 小雷4400万第四 这与他预想的已出现了偏差 若拿不到第一 他就得背上一千万的债 所以他决定在这一局分盘 不得已跟住了牙子的一枚筹码 牙子当即诈呼道 看来这把你挺有细心呢 若确信自己能赢 你该跟孟子的筹码 既然没把握 还让人要赌 就表示你手上的是铜花 架起来数目应该超不过10 正如牙子所言 目睹是铜花三或四 说完牙子晾出了自己的对子牌 目睹气得直喊娘 翻着白眼坐回了椅子 牙子开心的与孟子击掌 真是气死人不偿命的节奏 第九楼时 目睹额头也冷汗层层 目前他已负债五千万 于是他摘下眼镜 肉麻恳求小雷 赌上一枚孟子的筹码 让自己赢了这局 小雷听话的照做了 这时孟子跟着一枚目睹的筹码 目睹的汗又流了下来 莫非孟子拿到了好牌 若这把让孟子赢了 自己就要落后了 此时他只能祈求老天了 亮牌后 孟子是童话二六 目睹狂喜 因为他是童话五七 他嚣张的大叫 老子走大运了 一亿五千五百万呢 敢干本搭也吹牛 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地狱 场外观看直播的梁太 也崩溃的跪在了地上 最后一轮有小雷坐庄 孟子扬言自己还没玩够 牙子却懒懒想赶紧结束 看着他们从容的样子 目睹怀疑 牙子会全部赌上孟子的筹码 让孟子赢 反过来也一样 就是哪手排好赌哪把 看来只有自己和小雷赢 这条路可走了 小雷私下告诉目睹 自己是酒的对子 目睹开心坏了 小雷赢定了 我不跟了 小雷跟住一枚牙子的筹码 孟子跟自己筹码一枚 牙子不解 孟子为啥要这么做 孟子说他不想这么结束 他赌小雷赢 希望牙子能帮他 牙子答应了 夹住三枚孟子的筹码 目睹再也坐不住了 若小雷这局赢了 就是一亿七千二百万 会超过自己成为第一 便逼迫小雷气排 孟子来到小雷身边说道 你想一直受人虐待吗 这么好的分身机会 摆在眼前不要 跟开着楼门 不敢跑出来的猪有啥区别 或者这就是你想要的活法 小雷说的刺激 猛的推开了孟子 孟子这番话 唤起了他那随头发剪短 被一同埋葬的感情 终于在目睹喊得畜生时爆发了 我是人 跟住 翻牌后 孟子与牙子都是散牌 小雷是对的酒 两人同时为小雷的获胜鼓掌欢呼 十局游戏全部结束 五十篮公布了游戏结果 第一名牙子一亿六千五百万 第二名小雷九千四百万 第三名孟子七千三百万 第四名目睹五千三百万 目睹猛然踹上桌子 斥责五十篮算错了账 你会算数吗 我手上有五枚孟子的筹码 光这些就一亿五千五百万了 牙子与孟子却五嘴笑了起来 原来他俩将两种筹码面额互换了 目睹认为他们这样算违规 牙子抢白道 之前人家都说了不管是否作弊 欠款额度说到底也是自主申报 你自己不是也伤报了假额度吗 孟子申报了五千万 我申报了三亿一千万 之后我们将额度牌进行了交换 这样孟子与我的筹码面额 就变成了三亿一千万和五千万 因此你拼死拼活赢下的面额 三千一百万的筹码 其实只是五百万 目睹只给五十篮做一 五十篮淡淡淡的说 规则里没说必须把申报牌放在自己前面 最终牌位也没有问题 目睹气得又要动粗 五十篮一个电机将它打回了椅子 就这样目睹背上三亿一千万欠款 沦为了家住 孟子离开前回头对小雷说 这才叫人 小雷感激的笑了 他与牙子找到梁泰 拿回了两亿六千万的支票 原来牙子向学生会报了假账 说欠梁泰三亿一千万 学生会便帮他还清了债务 孟子故意放弃拿第二的机会 将所有都堵到了小雷身上 将债务集中到学生会 还让目睹背上巨债 他的所有举动都是那么令人费解 他不在乎钱 所以学生会的手段 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就是个赌膜 准天牙子刚到教室 昨天还吸入了他的女生 便纷纷围过来向他道歉 牙子像没事儿一样 假意原谅了他们 梁泰问牙子 孟子的欠债怎么样了 他仍旧欠三亿一千万的债务 昨天他们营造了两亿六千万 一千万牙子拿去还了债 剩下的职业都给了孟子 因为他不想签孟子的人情 听吧 梁泰突然想到了什么 撒牙子就往教室跑 果然牙子竟直接将整整一箱的现金 就这样放在了孟子的课桌上 宇哥也是醉了 梁泰不明白 孟子为啥不还学生会钱 牙子告诉他 孟子应该是想和会长进行公事战 武士兰调查后发现孟子的双亲已过世 只有一个姐姐长期住院 治疗费全都由孟子一人承担 且金钱来源不明 富家女月月听说孟子想与会长玩公事战 希望孟子胜出当上会长后 把自己重新收到学生会 可怜兮兮的对牙子说 我被董事长老爸命令一定要进入学生会 在这里建立起经济圈的人脉 若做不到就没资格继承公司 所以请务必让我成为你们的伙伴吧 钱这方面我一定能帮上忙 说完不等牙子开考便跑远了 牙子气得直想打人 没想到孟子已经可以撼动整个学生会了 现在的学生会就是一盘散沙 孟子轻而欲举 让月月输得一败涂地 咪咪窑也是为了死成面的山穷水尽 这一波整理大会上 孟子与牙子联手将了学生会一军 学生会的威严已开始动摇 会计眼镜来 这正是自己登上会城宝座的最佳时机 想起了性格变态的独眼妹 独眼妹之所以少一只左眼 是因为她一次与队长赌博 输掉三亿无法偿还被挖去了 眼镜提让她与孟子赌一局 眼镜妹兴奋地走出了学生会 往左轮手枪中撞入几发子弹 用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乱叫 孟子提着刚买的菠萝包上楼 正要朝梁太跑过去 美化委员便跳出来用手铐 强行劲地靠走了 梁太想追上去 却被他们一顿暴揍后也靠了起来 五十岚发现独眼妹不见了 质问眼镜为何要放她走 眼镜却不以为意 之后牙子还走进了学生会办公室 孟子被美化委员带到校内楼房 随后梁子也被绑了过来 独眼妹用枪顶着孟子的头 舔着嘴唇变态地说 想和会长赌不如先和我赌一赌 孟子一把钻着枪管达到 我很荣幸 梁太极地大叫劝孟子拒绝 独眼妹兴奋地靠近孟子 你和我飘着同样的气息 定会赌博的惊魂感到兴奋的 他要玩的游戏是一种叫ESP的赌博 需要用到现在所在的房间和监控室 连接两个房间的只有监视器和显示器 游戏规则很简单 首先和官的监控器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进行摆排 白夜好后房间中的两人也开始摆排 人后翻排 与和官摆排顺序相辅最多的人赢 两人相差的排数便是得分 孟子文要赌多少钱 眼镜没撑过他举几枪 不赌钱赢的人赢几分就开几枪 梁太小心翼地问是否是空气枪 独眼妹愣了 朝梁太身后就是一枪 梁太吓得浑身哆嗦 缓过神来继续劝孟子拒绝 这下独眼妹怒了 一脚踹着梁太小腹 拿枪折向梁太的头 好了好了 冷静点 我没说不睹 孟子为梁太解了围 之后独眼妹拿出两把左轮手枪 告诉孟子一共六颗子弹 装几颗随意 装完转一下头见了庄间的箱子 翻排后 赢家从箱中取出一把枪朝向对方 赢几枪就开几枪 听吧 孟子向独眼妹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 让梁太等核棍 第二 输家要给赢家十亿 第三 游戏最多进行三轮 前两项独眼妹没有意义 但只玩三轮他不干 凭什么就只能玩三轮 想与我平举吗 梁太顿爵蹄虎灌顶 若游戏现在在三轮内 只要赢下了数片 就不会伤到任何人 而且能保持平局结束这场游戏 独眼妹不同意 立即提出条件 要求赢家射偏几枪 输家就要补几枪 梁太连忙摇头 孟子就同意了 他握着梁太的手温柔的说 只要你当核棍 就一定没问题 毕竟我们不是有那啥嘛 只要用那个暗号 就肯定能赢 梁太有些懵 却还是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点了点头 宇哥觉得 他俩活脱细经附体 梁太前脚进入监控室 独眼妹就开始吐槽 胆够匪样 敢在我眼皮底下作弊 有意见吗 梁太当即怼了回去 可怜的梁太冲着铁丝网抓狂 那啥到底是啥呀 突然他想到梁太刚才 故意让独眼妹认为他们要作弊 目的应该是让对方觉得 自己必败 而不敢往枪里装子弹 可他俩压根就没暗号 梁太在助理小姐姐的催促下 回了座位 故意在镜头前 摆出胜利手势作毒戏码 不久后梁太摆好了牌 独眼妹提醒孟子装子弹 孟子将手摸进校服口袋 将枪投进箱子 独眼妹让孟子猜 他装了几发子弹 孟子猜他装满了六发 独眼妹狂笑 说孟子猜对了 两人摆好牌 梁太开始翻牌 顺序是心 圆 加号 穿 方块 独眼妹猜对三张 孟子猜对两张 独眼妹三比二赢了一分 独眼妹边嘲笑孟子的暗号 边从箱内摸出手枪指向孟子 孟子淡淡地说 我劝你别开枪 那把枪是我的 我的枪口涂了口红 装了三发子弹 除此之外 我还往枪管里塞了大量口红 这也会导致火药产生的高压气体无法释放 枪管会破裂 你的手会被炸飞 独眼妹却不为所动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弯机 好在没有子弹射出 也没有炸糖 骗你的 其实我一发子弹都没填 也没填口红进去 孟子解释道 独眼妹死死盯着孟子 威胁他胆敢再玩花样 就杀了他 孟子不明白 他为何要跟自己赌 独眼妹答道 我阴前会长三爷自己捅下了独眼 当时我陶醉的脑嘴发麻 跟你赌 就是想找下一秒会死的那种快感 孟子憋了脸 知道了 不过这场赌博百分之百会以平局收场 独眼妹不干 我们是同类 互相厮杀才能得到快乐 孟子否定了他的话 多亏你把赌局陷在三轮内 而且你所谓的恐惧 我可是一点也没感觉到 因为我相信梁泰 监控中的梁泰正在发狂 因为他根本听见两人的对话 只能苦大仇深地看着牌 琢磨如何才能把牌的信息传达给孟子 他褶住哀嚎 睁大眼睛 连着两次一惊一炸 助手小姐姐都对他无语了 第二轮游戏开始 独眼妹再次将六颗子弹全部填满 以此向孟子挑衅 三人相继摆好牌 梁泰开始分牌 星 圆 春 方块 家号 他觉得自己第一局的摆法 独眼妹肯定记住了 所以他与孟子的羁绊 也许只有第一局孟子自己的摆法 这局独眼妹猜出了三张 孟子全部正确 得两分 梁泰喜出旺败 孟子当真跟自己心有灵犀 全部猜中 孟子开心地从摄像头摆出了胜利的手势 梁泰也伸手回应 独眼妹没有一丝胆怯 反而巴巴等着孟子朝他开枪 孟子从箱子中摸出手枪 用枪管指向他额头 梁泰吓得目瞪口呆 然而第一枪打出去 却是空倒 孟子很快第二次扣动了扳机 当然还是空倒 因为那把枪是孟子的 根本没装子弹 空弹与装满子弹的枪 在分量上很容易区分 梁泰听到小姐姐们的议论 对孟子的开枪举动恍然大悟 就在他琢磨着 如何摆排让孟子的第三轮取胜时 突然发现屏幕有些不对劲 什么鬼 这不是出老千吗 文言小姐姐将他踹翻在地 此时眼睛卖在对讲机中 让梁泰十秒内摆好牌 否则就杀了孟子 梁泰匆忙回到座位 十秒内摆好了牌 独眼妹怕孟子太重 准备就装一发子弹 孟子却麻灵拿起枪 往里填入子弹 我装了两枚 以示对你的惩罚 说完尖尖地将枪投入了箱子 独眼妹开心地大叫 太棒了 抱歉 把你误会成了我的同类 你与会长一样 都属于诈取的一方 那我也装两发 自打和会长赌博以来 这种感觉还是头一次 虽然很依依不舍 却要告别了 梁泰硬着头皮翻开了牌 独眼妹发现孟子盯着屏幕出神 幸在乐祸笑他死定了 孟子打断了他的话 你真是无聊 这次梁泰摆牌的手 与第一局和第二局 有明显的违和感 这次他用左手摆牌 但他是右撇的 而且穿字图形是武装牌中唯一左右不对称的牌 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影像是通过镜像左右倒过来的 说完梁泰开心地冲梁泰摆出胜利的手势 继续说我们互相都在看着镜像过的影像 第三局梁泰是用右手摆牌 所以第三局没有颠倒过影像 这里呈现的排列方式也会倒过来 梁泰扳起独眼妹的脸 这么无聊的搂签 怎么能够骗到人呢 想耍人也要做得高级点啊 赏字图了 独眼妹低头不语 多着梁泰也看破对方的伎俩 梁泰尝出一口气 若梁泰没按照你的意愿摆牌 你打算怎么办 独眼妹问道 我相信他 独眼妹却反驳道 不 那者叫支配 是君主和奴隶 四主和家畜 真令人羡慕 也请支配我吧 说完他一张张分开了自己的牌 居然全都错了 梁泰本以为这次可以平手 不让对方却长出这么一出 如此一来 梁泰赢了五分 有了五次开箭的机会 独眼妹极度渴望被梁泰杀掉 宇哥也是罪了 在他的催促下 梁泰边翻牌边说 仍旧和预想的一样 我早知你的目的并不是在赌局中获胜 一来 你同意梁泰当核官 若我俩真有暗号 你一点胜算都没有 你却无所谓 二来 第一局 你不够枪挂炸裂 仍旧开枪 显示其的镜像显示也是 但那些也可能是你在试探我 但你太过分了 第三局故意让我发现出老千 穿字图形本可以换成左右对称的 你却选择停止了颠倒行为 这一切都说明 你所谓的胜利是被杀 我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 因此孟子将还故意摆脱 0比0再次与对方打了平手 独眼眉不明白 孟子为何要装两发子弹 不装子弹不就得了 装两发不是增加了被射中的几率吗 你说反了 我是为了不被射中才如此 枪总共能装六发子弹 我装了两发 剩下四发是空的 这意味着 若存在五点差距 肯定会射出一发 这样你就得猜错五张 因为你想让我对你开枪 因此我也猜错了五张 如此才可做到万无一失 眼镜妹痴痴望着孟子 你就是我的女神大人 孟子却冷领说道 赌博是因为两者都感到痛苦才快乐 为什么你想独占痛苦呢 你根本就没有在享受赌博 只是想死而已 真是让我火大 眼见孟子摇走 独眼卖且求他朝自己开一枪 孟子却调皮的动他吐着舌头拒绝了 眼镜把牙子一顿吹捧后 伸开双臂腰的加入许证会 牙子却不领情 反将他臭骂一顿 甩甩秀发扬城而去 从牢房出来后 孟子磨着梁太与自己拆硬币 说的人请吃甜点 硬币落下时 孟子突然问梁太 第三局为何还要继续在线之前的牌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想着你的话 希望你能发觉 梁太不好意思的回答 孟子笑着亮出硬币 他输了 梁太问他 是否真要和会长赌博 这时牙子走下了楼 孟子轻逆的 将答应买给牙子的菠萝包 递了上去 其实 赌眼眉的一生很可悲 打从出生起 就没有一样东西 能让他从内心感到愉悦 没有恐惧和疼痛 伍士兰指着校报出稿 对记者大发雷霆 这些报道一点也不属实 第一 关于赌博的意识调查 一周参与赌博的学生 不是全校的92% 应该是100% 第二 要着重强调 向学生会所上讲的金额 超过了过去的最高纪录 百花王学院正迎来全盛期 一切都归宽于会长 大人实行的 从根本上改革校内制度的成果 另外把校园内 失去人权的笨狗和蠢猫 改为家畜 记者突然想到了 活蹦乱跳的家畜梦子 刚转学过来 就齐开得胜赢了1000万 之后接连赢了学生会的月月 咪咪眼 人后是财务整理大会 孟子让学生会背负了巨大亏损 美化委员会独眼妹 也成了他的迷妹 你差不多就承认了吧 学生会的绝对权力 正在逐步为孟子瓦解 比比剑更有力 会长不知何时进来的 话虽如此 不过在这 赌博的胜利才是一切 说着他嘴手将笔立在桌上 若比朝向你边 随你喜欢怎么报道都可以 若倒向我这边 就得我说了算 说吧 会长双眸泛起了邪魅的蓝光 随即松开了手 鸭子看到校内报道 便气不打一出来 怒骂邪稿的人是学生会的走狗 孟子也因无法会长进行对决心情烦闷 学生会成员都明白 孟子的最终目标 是和会长进行攻势战 他们隐隐担心会长 与孟子教练后会沦为家畜 忠心耿耿的五十蓝请会长放心 他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会长没有理会 只是好奇接下来游学生活的哪位成员与孟子对决 眼镜提让偶像小美与孟子比试 小美青春靓丽 武姿曼妙 是位超人气偶像 梁太也是她的粉丝 小美表面上对粉丝亲近随和 背地里却歇斯底里咒骂 粉丝都是恶心的死宅 撕毁他们的信件 抱怨他们 用满是臭汗的脏手与自己握手 经纪人劝她别勉强自己 干脆取消演唱会后的握手算了 为了梦想 这些屁都不算 小美愣愣地说 听到有人敲门 小美的声音瞬间变得温柔甜美 来者是眼镜 询问小美是否也看过孟子的资料 梁太蒙着衣服 偷门看小美唱歌的视频 牙子一把撩开盖子上面的衣服 喂 声音都露出来了 你是她的真爱党吧 梁太刚想解释 孟子就兴奋地说 好可爱 我也想看她的演唱会 说文还自顾自跳起来 牙子与梁太不见面面相去 完全懵了 月月在教室门口看到孟子心情大好 立即凑过来地上甜点 她提出请孟子当上学生会会长后 邀自己加入学生会 牙子嘲笑她太过肤浅 月月却不以为然 肤浅怎么了 不管用何种手段 我都必须要往上爬 她本以为孟子会质疑自己的动机 孟子却痛快同意了她加入 让人大感意外 孟子笑着说 且不说学生会会长 我们不是一起享受赌博的朋友吗 所以根本不用郑重其事地说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说着她将月月伸出了手 月月简直受痛若驾 孟子接到通知后 前往小美的休息室 却被经纪人拦下搜身 孟子大度地说 做偶像真不容易啊 月月拿出三张小美演唱会的票 拉着梁太与牙子同去观看 牙子根本不愿来 她对偶像一点不敢冒 眼镜与怪罗莉 黄泉月也做的二层观看演出 会长却在此时 不过五十轮挽留 决意离笑几日 一首歌曲过后 小美向观众介绍了 与她一起参加组合成员 选拔她的选手孟子 当孟子以一身蓝衣超短裙 两条小鞭子出场时 牙子三人惊呆了 宇哥也很惊讶 原来小美与孟子约定 若孟子输掉赌博 就要与小美一起做偶像 算了 这种假惺惺的人设不适合我 小美你不是也很讨厌粉丝吗 说着孟子拿出几张 被小美撕毁后 重新拧好的心读了起来 小美怒吼着让孟子住嘴 孟子却继续拱火 这肯定是你为发泄压力而做的 经济人过来抢信 却扑空摔了一大马趴 小美索性不装了 是的 你能咋地 孟子问她 为何厌恶现在的工作 却要继续剁偶像 我想得到艾尔斯卡金向奖 借助这所学校的力量 便可轻松成为顶级偶像 再一跃成为女演员 人后进军好莱坞 死妆粉会不断为我花钱 所以不管多恶心 哪怕是满身臭恨的死宅 我都会和她握手 小美说完 再次暴躁地开始摔东西 孟子慢慢舍起定性的礼物 我也不想当偶像 把人生放下个偶像 真是刺激的风险 既然如此 我们就赌上个子的人生 这样才有趣 说完 孟子从经纪人的校服口袋里 取出了事先被按下录音键的录音笔 播放了起来 感情孟子在进门前 也做好了准备 真是机智 这个一旦公开 你的偶像人生也就结束了 小美听后大笑 好 正合我意 我要让你后悔小看了我 我要让你不停出卖身体 然后卖到国外的黄色网站去 鸭子明白了 孟子出现在舞台 就是与学生会成员的赌博 全人不知情的粉丝 还在兴奋的欢呼 只有鸭子三人大叫着不要 此时 孟子与小美的比赛正式开始 主持人介绍了游戏规则 两人赌博的项目 通过投掷十面的骰子 来选择游戏进行对战 胜者可在格子中填上自己的标志 横 竖 鞋 任意挤满一例的一方获胜 无论哪个游戏都在考验 成为一流偶像该具备的才能 话虽如此 鸭子与叶叶却嗅多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甚至猜到孟子输掉比赛 会被潜规则 卖去国外黄色网站的下场 第一轮通过智骰道 小美选出了演唱实力对决的比赛项目 为公平起见 主持人要求分数通过手机软件来评定 这对小美来说 简直一如反掌 她挑选了粉丝们最喜欢的歌曲进行演绎 粉丝们跟着她一起再歌再舞 气氛热烈 轮到孟子登台 粉丝们当然对她并不看好 鸭子更是直言 她唱歌挺难听的 听到毕业曲的前奏响起 所有人都失望的长许短叹 不料孟子一开口便惊艳了全场 她那清零飘渺的歌声 犹如天籁之音令人沉醉 鸭子竟感动的抹起了眼泪 一曲结束 评分时 孟子居然以98比85赢了五项小美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孟子率先选择了 终究的歌手进行标志前中 第二个两人比赛的项目是 吃家族剑目的张鱼收 孟子又赢了 她选择对上脚的歌手进行填充 第三轮是呼吸比赛 论肺活量 孟子可远不是小美的对手 小美获胜后 选择在右上脚进行填充 及时阻止了孟子的三连胜 第四轮为偶像歌曲前奏抢达 小美抢达成功 选择对右上脚的歌手进行填充 下一局 小美再赢就会逆转胜利了 第五轮的游戏是 极限抽鬼牌 即只用一张鬼牌和两张A 在极限状态下抽鬼牌 引导对手抽的鬼牌 不仅考验演技 还要凭运气 小美的牌中有鬼牌 但她准备故意输掉 而后再来个两连胜 大逆转赢得比赛 因为作为偶像 对决不分伯仲 才是专业的做法 原来之前小美 都是有意输给孟子 这次她更是在鬼牌上 故意折了一下 吸引孟子发现 将计就计输掉这一局 而后再赢下整场赌博 孟子小声嘀咕 原来如此 我会努力的 之后孟子顺利抽到小美的一张A 赢得了第五局 并选择躲上角的格子进行填充 形成了双直立的阵型 梁泰很高兴 双直立是孟子的胜利 只有一步之遥 牙子与月月 却再次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总觉得这游戏 进行的太顺利了 没错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按照小美的计划 完美进行着 第六流游戏前 孟子换回了习光的校服 看着仅剩的四种游戏 制出了骰道 是五号强力粉丝游戏 游戏要求 两人从在场的99名粉丝中 用骰子选出一人 说出她的出生月份 若都不准确 更接近的一方获得胜利 小美作秀的 让粉丝把力量分给自己 其实她信心十足 这个游戏 在孟子看来也许是百分之百平运气 但在座所有粉丝生日 小美都已全部记住了 因为她深知 记住这些 会让粉丝感到开心 从而让粉丝秒边自己行走的提款机 而且她在换衣服时 又再次确认过了 绝对万无一失 孟子指出的数字 是三 即十位是三 就在小美摆出寻找观众的姿势时 孟子小声道 果然我能赢的只有这个了 通过终极出轨来 我已经确信你把这个游戏 作为一场表演 想最大程度炒热气氛 然后赢得比赛 不愧是一流偶像 不过多亏你才让我有了赢的可能 这时小美制出了一 即需要两人猜出 门票号码为三十一观众的生日月份 万万没想到 三十一号居然是牙子 小美将他目瞪口呆 完全懵逼了 孟子天天地说道 现在你要放声大吼是不是 来吧 让我们赌之疯狂吧 赌绝将会如何发展 孟子能凭借这个游戏反败为胜吗 此时孟子与小美的比赛 已进行到第六轮的强力粉丝游戏 当小美得知 又猜测牙子的生日月份时 彻底懵逼了 因为牙子根本不是他的粉丝 他不明白 为啥会有粉丝俱乐部外的人混进来 且牙子还认识孟子 难道孟子对傻子做了手脚 月月恍然大悟 感情孟子让他们三人来观看演证会 是为了这个游戏呀 孟子首先在纸上写下了生日月份 小美看着他的动作 很像写的是六 刚准备咒抽 却又停住了 她觉得孟子肯定是有意写给自己看到 若把卡片倒过来就是九 于是她写下了九 然而晒答案时 孟子竟然写的的确是六 小美再次懵了 主持人询问牙子的生日 3月8日 牙子答道 小美崩溃了 虽然两人都没回答正确 但孟子的答案更为接近 所以孟子获胜 孟子最先将标志凑成了一行 赢得了整场胜利 小美不甘心的问 牙子的生日是3月 你为什么写6月 因为我本来也不知道她的生日 小美不信 她不是你朋友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 孟子淡淡的说 她是我朋友 可我们也刚认识不久 比起这个 如果我真值得她生日 那就太无聊了 一开始就知道输赢的赌博 根本不能称之为赌博 我只想单纯的和你进行一场 没有出钱的赌博 精银将5000万信钞拿上台给孟子 求孟子可以网开一面 不公开之前的录音 孟子转头询问小美的意思 小美却同意播放录音 没关系 我会说是因为运气不好 若在此处就被命运抛弃 那是终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粉丝们听完小美之前 那些歇斯底里发飙的录音后 毫无悬念的集体挣住了 刚刚确实是我的声音 我的想法 小美含泪说道 这就是真正的我 对不起 我一直都在欺骗大家 为了自己和经纪人的梦想 利用了大家对我的爱 我不配做偶像 本以为会遭到大家唾骂 一个死妆法突然站了起来 我喜欢小美 这和小美怎么想我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时其他粉丝也纷纷站了起来 重新为小美加油打气 甚至比之前还要爱她 小美激动的擦掉眼泪 邀孟子一起表演主打歌 两位青春美少女的金歌热物 燃到了整个会场 一曲终了 孟子说道 还没结束 陷害小美的犯人还没被定罪 这次的赌博 是从一封邀请函开始道 这份邀请函上 附上了能成为小美把柄的粉丝信 还有一支录音笔 像是让我用这些来威胁小美一样 逼迫小美输了以后 就要马上引退 所以我无法原谅陷害小美的人 粉丝们一起附和 无法原谅 这是经纪人壮着胆子走上了台 我有线索 小美愣住了 经纪人目光灼灼对小美说 我绝不原谅践踏我们梦想的犯人 小美沉阴片刻 指着二楼看台说道 眼镜同学 进入后台的人只有我 经纪人还有你 那么您好新建峰的邀请函中的人 孟子请眼镜的舞台上来说话 眼镜没有一点窘迫 反而很得意 因为他早已料到小美会战败 孟子会将学生会逼入绝境 届时大家一定会将矛头折向会长 如此一来 便为眼镜登上会长宝座创造了条件 眼镜走上舞台 否认自己是陷害小美之人 反而说 这一切都是孟子策划的 信誓旦旦的说 作为以学生会会长为目标的人 我赌上自己的立场在此发誓 此话一出口 大家都吃了一惊 没想到眼镜 竟把自己想当学生会会长的野心说了出来 孟子说 这要互相扯皮没意思 不如用赌博来说话 反正在这所学校赌博的胜者极为正义 眼镜拒绝 嘲笑孟子的家畜身份 根本没资格与自己赌 听吧 孟子竟然家畜袍摘下丢给了眼镜 那我们就来公视站吧 眼镜大惊失措 月月随即站起来大吼 学姐 你不是为了和会长进行公视站 才特地一直当家畜的吗 孟子回应道 我从没这么说过 我可不是那么能忍待的人 月月的心凉了一截 看来指望孟子重回学生会 无望了 二楼的副会长突然搭了枪 那我来做何官 公视站是赌予家畜唯一的权利 被挑战的人 没有拒绝的潜力 眼镜无路可退 眼镜只能认了 副会长宣布 二十分钟后 公视站将在第一礼堂举行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赌智疯狂吧 孟子望着眼镜兴奋的说 宇哥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时礼堂已作无虚席 何官现在再介绍了 选项扑克赌博的规则 使用除去鬼牌余下的52张牌 基本规则和扑克相同 五张手牌有一次换牌机会 来比谁手上的牌更好 这场赌博既不能封牌 也不能跟注 玩家能做的只有下注和加注 没有上限 累计金额更多的人 可以拥有选择权 比大或比小 即玩家有权利选择大牌获胜 或小牌获胜 只要能攒到钱 砸牌也可以变成最强的手牌 最后何官强调 赌金不做限制 请尽可能赌到极限 听闻规则 月的心更凉了 他觉得孟子根本毫无胜算 因为这场赌博 只要有选择权 弱的手牌也可以变强 换句话说 只要有钱 就可以支配规则 而学生会的资金超级雄厚 不容小觑 何官开始兑换筹码 一枚代表一千万 孟子有三亿一千万现金 他兑换了三十一枚筹码 而眼镜张嘴就都换了一百枚 哎嘛 荣宇哥和梁太一起出个头 一百枚可就是十亿啊 孟子与眼镜双方先付一枚参加费 孟子请求何官就杂牌的强弱 具体说明一下 杂牌的情况下 只要有一张好牌的一方就强 比如有一张K的杂牌 和有一张十的杂牌相比 有K的一方牌大 眼镜问孟子 你还是故意表现出目标是杂牌吧 我才没有 说完孟子竟然换了两张 很大的杂牌勾和K 眼镜换了一张四 手牌确定后 双方开始下注 眼镜大手笔 一下就是十枚 孟子跟住十枚 并加注十枚 共计二十一枚 梁塔要急死了 孟子咋一上来 就用了手图三分之二的钱呢 眼镜不再加注 因此孟子拥有选择权 比大 说吧 两人双双亮了牌 都是杂牌 而有A的孟子获胜 赢了十一枚筹满 第二轮抓牌时 眼镜的孟子说 刚才那局 我没考虑到你还有K和勾 换掉的牌是K和勾 你舍弃了K和勾的两队 为了看起来弱一点 干脆舍弃了双队 此刻 他由衷感谢学生会那些 输给孟子的人 不然他也会把孟子 不合常理的行为迷惑 这次 孟子仍然选择换两张牌 一对十 梁塔完全不懂 这么好的牌为啥要换 眼镜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常人思维 看准了杂牌 另一种是第一轮是双队 或是满腾湖 假装以杂牌为目标 让自己选择比大 用剩下的一对 或三张同点数的牌获胜 但能拿到这两种好牌的概率极低 就算拿到也不会选择弃牌 可若是孟子 很有可能会这么做 这样想着 眼镜居然将五张手牌 直接亮在了桌上 孟子兴奋的说 真好 这就是挑战输吗 我可不能输啊 说着 居然赌上了全部四十一枚筹码 月月和梁塔 急着直接从座位上谈了起来 月月焦急的说 坏了 他被眼镜算计了 眼镜跟住后又夹住一枚 此时眼镜与孟子生意的筹码 为四十三比四十二 真可恶 这回不关筹码全部赌上 选择权也被抢走了 梁塔都要急哭了 眼镜选择笔大 开牌后 孟子他一手都是打牌 输了个惊光 月月气体背后的大喊 孟子 你不是无敌赌徒吗 所以我才赌在你身上 这下我不能回许生会了 家产也继承不了了 眼镜淡淡的说 选项扑克对有钱的我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赌博 不用搞小动作 按照王道路线走 一定会胜利 之所以那么多人被你迷惑 都因为他们 把你当作常人来看 我不是 我会用出其不意的打法 义无反顾 沿着王道路线前进 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席 和关签问孟子 筹码用尽 是否还要继续游戏 听吧 孟子突然问月月 能出多少钱 眼镜有些紧张 因为他知道月月有钱 他为了回习生会 肯定舍得花钱 于是他先发之人 对月月进行了一番贬低后 又许诺一定会帮月月说情 祝他重回学生会 就在月月动摇着 准备走向他时 孟子开了枪 能够决定自己价值的 是你自己 为了得到什么 一定要有付出 而这次只是有钱就可以 作为无能之人 换取安宁还是赌上一切 即便身败名裂 也要以顶点为目标 要做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选 说完向月月伸出了手 月月犹豫着向孟子伸过手 转而又来到眼镜面前 你觉得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不 我绝对会让你好看 说完 月月静止走向牌桌 帅气的说 请追加一百枚筹码 此言一出全场接近 因为月月也做好觉悟 学生会会长 是一定不会让他重回学生会的 而最令他窝火的 是被眼镜小看 眼镜冷冷的说 好 那就等着我把你和孟子一起击溃吧 公事战第三轮正式开始 眼镜有孟子的筹码 分别为一百三十一 一百 抓完手牌 眼镜又就换两张伞牌 二 五 孟子就换了一对Q 观众鞋立即躁动起来 这还没完 孟子居然加住二十枚筹码 眼镜很诧异 此时不接受孟子的挑衅 顺势而下才是明智之举 但那是普通人的想法 他决定反其道而行 跟着并加住二十枚 继续他的王者之路 孟子坚壮 再次加住二十枚 眼镜跟着并继续加住十枚 真是没完没了了 直接走到极限吧 我加住二十九枚 一共是一百枚 孟子兴奋的说 眼镜听罢笑了 胆子不小啊 正常人不会这样做 但对于我创造的学生会来说 你是必不可少的人才 所以我必须赢 到我手下来吧 说完也加住三十枚 而此刻孟子也没有筹码了 这时月月道 副会长请让我追加筹码 面对眼镜差异的眼神 月月坚定的回应道 我说过我会赢了你 我要赌到极限 眼镜跟他抹上了劲 也要求追加筹码 月月追加了十亿 一百枚筹码 宇哥咋觉得 这成了比赋大赛了呢 月月加住十枚 眼镜也是十枚 月月继续加住 眼镜也跟着加 孟子兴奋的说 太棒了 本应竞争手牌大小的赌博 已完全变成了相互不断加钱的赌博了 而眼镜与月月的竞争还没结束 此时两人的赌注 已加到了一百九十比二百 眼镜手里还剩四十一枚筹码 但月月已赌到了极限 眼镜嘲讽道 月月 你果然没有走向王道的资格 你很无能 只不过比别人多一点点钱而已 再加住一百枚 此话一出全场接近 这场赌注竟然赌了三十亿 眼镜挑剔的说 别小看我的学校储备的金额 孟子还要加住吗 孟子对月月说 你是日本第一玩具公司的千金 你的人生价值到底能值多少钱呢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赌上你的一切吧 月月时就要咽着口水 赌上我的人生 如果输了我就 对呀 到死都是家畜 孟子癫狂的走到身边 红着眼睛说 现在你只需点点头 来吧 快点 月月吓得摔下了舞台 再抬头时 孟子也做回了赌桌 她平静的说 要是赌不起也没关系 不过我给你个忠告 孟子将牌局给月月看 若这手牌你都不赌 你的也先也就那点程度了 月月听罢发了狠 竟咬下了自己的一支美甲 瞬间鲜血四剑 她视死如龟般经 手排排的桌上 家住 家胜我的人生 孟子欣喜若狂的教导 赌博就得这样 看得你有这么高的觉悟 真是让我热血沸腾 眼镜嘲笑两人 这么扯的家住 根本不可能会被认可 而且最终决定 人生计划表的人 是学生会会长 况且会长还不在 孟子转头请何关决定 副会长何关认可家住 理由是 月月的家业实质 总额超过数千亿元 并拥有继承权 认可一把一左右的家住 毫无问题 眼镜却嘲笑何关 没资格做此决定 副会长听后取消了面具 原来她竟是会长假扮的 人们大感意外 眼镜更是一屁股跌倒在椅子上 会长吩咐五十年 下来帮自己梳头 给月月包扎伤口 继续赌博 眼镜绝望了 120亿 她怎么可能现在就拿出来 不光是孟子 连月月都赌上了自己的人生 如此说来 孟子肯定有一手绝对取胜的吼牌 若被夺取选择权 自己也必输无疑 若输掉 她就失去了做学生会成员的资格 她气得朝会长吼道 你仅仅是个享受混乱场面的快乐主义者 没资格站在顶点 我要取你手机 自己为王 黄泉月拍手起哄 会长只是淡淡一笑 此时眼镜也骑虎难下 只得也赌上了自己的人生 会长认为 她大概会成为一个财务省事无次观 算上期待价值 也值一百亿 如此一来 眼镜依旧比孟子多十亿筹码 月月不甘心 想赌上梁太和雅子的人生 孟子却开心的说 不必 我们三人的人生就要因这一局而改变了 让我们一起来用心感受吧 眼镜获得了选择权 她势在必得的亮珠手牌 我有三张八 我要继续走王道之路 月月听后一开始抽气 预感到眼睛要比大时 更是撕心裂肺哭嚎了起来 眼镜干笑两声 将牌拍到桌上 我决定了 比大牌 孟子却笑着说 尽请欣赏 这就是我给你的临别赠言 原来孟子的牌是三张钩 一张七和一张九 孟子赢了 这一刻全场沸腾了 眼镜尖得目瞪口呆 孟子悠悠的说 所谓王道 是关键时刻放弃比赛 只在自己得失时拿下比赛 你若能坚持这样做 没有资金的我 会慢慢走向毁灭 即使说 大前提示 我能不能让你和我比赛 月月解释道 孟子学姐在给我看牌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全部意图 她放弃一对Q 假装自己要悬小 如果你放弃家住就结束了 所以我要让你觉得我们的牌很弱 必须赌上我的人生 才能把你拖进赌局 没错 正因为月月的举动 眼镜尖才答应了一百亿的赌博 偏离王道 坠入了邪道 眼镜尖不相信月月在毫无保证的前提下会赌上人生 月月咬牙切齿的说 你的背音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看了我 活该 眼镜射不认输 歇死底里的吼道 我要成为学生会长 这才是我的人生 我的价值 我的王道 当听到会长将他开除的决定后 眼镜射瞬间白了头 被人抬出学校 月月想起 入学时他与眼镜息闹的长久 含泪朝他远距的方向身举一躬 会长对孟子说 人生燃尽时的那一瞬闪光 我看多少次都不会咽 孟子回应道 但你真正渴望的是美丽燃尽之后最终消失的自我 不是吗 你能和我赌一局吗 说吧 两人眼中同时迸射出了邪魅之光 狂赌之渊更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这是一部十分精彩的剧作 它做的最好的一点 是每位演员的演技 配音都超级在线 在看这部剧之前 我还以为那些夸张的表情 只有动画才能完美呈现 每位演员的演技 表情 配音可是这部剧的精髓 没想到这部慢改真人剧比动画有过之而无不及 宇哥我看的超嗨 很过瘾 不知是不是先入为主的缘故 动画版我反而只看一集并看不下去了 和赌博陌世录截然相反 只可惜这部剧只拍到动画版一半的剧情 希望之后还会有续作吧 若大家等不及想了解之后的剧情 也可以去看动画版补完 动画版我实在看不下去 就不继续作了 还是等真人版吧 好了 今天就不多说了 咱们下部剧见吧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悠悠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